交锁越来越紧 中俄等多国将给美国致命一击 印度还能从中作梗吗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最近全球多个地区局势愈发紧张 几个主要冲突都跟美国密切相关 美国到处煽动冲突 除了军工复合体的需求 也是为了配合美国朝夕收割 为了制造动荡 美国 英国多次煽动允许乌克兰使用 援助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 俄罗斯更新核政策后 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了 也是为了配合美国朝夕收割 与此同时 美国也持续在中国周边制造动荡 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 也暂时老实了 但一直被动应对也不是个事 最好的防疫就是主动出击 10月的金砖国家峰会将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近日 欧洲斯财政部长希罗安诺夫公开表示 金砖国家正努力开发新的国际支付系统 绕过政治化的西方平台 在新技术基础上实现不受外界干扰的贸易 金砖国家将持续减少美元在互相结算中的占比 转而使用本国货币 未来还将引入数字货币 俄方已经就此进行多次表态 金砖国家正摆脱美元 努力开发一套不受第三方控制的金融系统 中俄双边贸易已经提前蹚落了 中国贸易本币阶段比例已经超过了95% 但还是会受到美元金融系统的干扰 所以摆脱美元 建立新的支付机制是颇在眉睫的事情 金砖国家原始创建国 有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南非 在今年初新加了五个成员国 包括沙特 阿联酋 伊朗 埃及 埃塞俄比亚 看成员组成就知道这是多大的体量 要人口有人口 要资源有资源 要工业有工业 要市场有市场 如果这些国家之间加强本币贸易 减少美元切算 可想而知会给美元造成多强烈的冲击 而这都是美国自作自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最近再次发出警告 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劝美国政府住手吧 太疯狂了 美国政府将美元武器化 扣押冻结俄罗斯资产 冻结了伊朗 阿富汗 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资金 当美国这样做时 美元就不再是支付手段 而是一种侵略性政策的工具 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替代方案 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结算 其实俄乌冲突并不是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开始 美国一直都在这样做 动不动就制裁 长臂管辖 以前也有些人物试图推动去美元化 但结局都比较惨 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霸权 美国几个霸权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旦一个环节衰弱了 其他的也会跟着衰弱 现在不只是金庄国家提去美元化 很多拉美 东南亚国家都在高唱去美元化 可见美国霸权衰弱到什么程度 虽然金庄国家不可能一开始就推翻美元的主导地位 但是联系不断加速挖墙角 美元霸权这栋大楼迟早会崩塌 不过金庄国家要做成这件事 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在建立新的支付系统这件事上 印度一直都在搅合 甚至还想推卢比为金庄国家主要交易货币 不过最近印度还是有一点松口 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表态 印度不会支持去美元化 美元仍然是印度贸易结算中的首要选择 但是如果中俄等金庄国家成员要求贸易结算去美元化 印度也可以被动接受 印度这个表态是相当原划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印度不答应也没办法 印度本身美元储备并不多 卢比又很难推广出气 又没有多少优势贸易 之前用卢比买俄罗斯石油都遭到了拒绝 其实金庄国家内部有新的结算机制 对印度是有利的 但印度之所以一直反对 是因为不想中国独大 也不想得罪美国 照目前这个趋势 印度想从中做梗都没办法 所以还不如妥协 这件事势必是要推动的 十月金庄国家领导人峰会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品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